侯友宜昨天晚上是舉行了桃園進總的總部成立大會 有2萬多的桃園鄉親湧入了會場 高舉國旗表達對侯友宜的支持 侯友宜表示過去讀書還有工作都曾經在桃園 永遠愛桃園這片土地 他說會用一生來守護中華民國 許多觀看直播的網友就很激動啊 哇這空拍圖看起來真的是 萬人非常的湧入而且很集中喔 感覺是現場非常的激烈 然後也非常的支持挺猴 那現場很多人 大家陸陸續續都開始來歸隊了嗎 這個也是接下來要看的 中天新聞也會持續問您 掌握每一次的萬人造勢大活動 畢竟在2024總統大選進入了衝刺階段 國民黨在20號的時候 在台中也舉辦了大型的造勢活動 禿子 漢子 燕子再度的合體同台 讓很多的支持者感動了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就分析 雖然韓國瑜大力的幫侯友宜來輔選 但是在重大議題的攻防上面 侯友宜還是要靠自己比較實在 積極的站在第一線展現漢子的本色 他認為這個才是目前藍軍所期待 有魄力的候選人 你不是韓國瑜說你可以就可以 侯友宜要自己證明他有那一個所謂的漢子的那個本色 我覺得侯友宜在有一段時間他沒有辦法給人家一種叫做鐵漢的那種角色 他沒有那種在野共主帶著大家去打仗的那種魄力 真的老實說這很可惜 他在對抗賴清德的部分並沒有站在第一線 我必須要講這是侯友宜在過去大概幾個月的時間最為人詬病 就是他有很多議題他選擇散避 他選擇站在第二線 甚至等到比如說盧秀燕開了槍張善政開了槍 蔣萬安開了槍他才跟上 我覺得這個對侯友宜確實是一個某種程度上 確實是不會加到分 藍軍在這個終結藍線這個議題上面殺了一球好球 所以他們很多藍軍都很感謝賴清德幫忙 這個其實侯友宜可能原本也沒有想到有這個議題 真的有可能 因為是民進黨哪壺不開議題哪壺 結果呢讓藍軍殺球成功 你會發現現在民進黨不提了 侯友宜其實在這個終結藍線議題上面 我覺得如果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話 相對來講可能在藍軍裡面 會有更多人願意說 你是站在第一線去跟民進黨對抗 我相信這樣的角色才是很多藍軍期待的 目前看起來有部分的藍軍 或許還在等這個藍白整合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見到曙光 會不會有第二次的會談 畢竟藍白整合在14號幕僚會談之後是陷入了卡關的局面 但是最近戰場轉移到了立委選舉合作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日前就示警了 說雙方不要搞到最後讓民進黨單獨過半 有意與藍營先談立委的合作 他認為立委其實也是至關重要 而藍營的人士表示與其糾結在總統候選人的出現方式 不如先來把未來的合作模式給敲定清楚 拍板定案 避免基層的小鸡們過度的恐慌 而柯文哲也認同要把非律立委席次給衝高 柯文哲與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有望再度會談 其實之前禮拜五的時候就有觀察到 這個柯文哲的態度有放軟了 感覺上雙方會持續的主帥見主帥的方向 朝這一步來進行會談 畢竟現在在2024總統大選 其實在野的整合是備受關注 前一天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松口 已經跟朱立倫還有侯友宜見過面 柯辦也證實了柯侯早在會前會 也就是14號之前私下見面了 不過雙方目前都有個默契 不願意多談表示低調 並且持續的聯繫當中 傳出民眾黨將把內閣權讓給國民黨 最快26號就會有進一步的合作消息 走進一片國旗海後遺出席全國脫幼造勢大會 台下婆婆媽媽好熱情 光是合照互動就快花了半個小時 總統絕對不仁像賴清德說的 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陸戰宣誓國民黨越來越旺 但想下架民進黨眼前還卡著藍白河這一關 當時我們都有默契 不對外說 跟三方都是保持密切聯繫 請大家放心 26號之前會跟朱立倫 侯友宜會變嗎 藍白主將如今態度都有默契 保持低調 不過柯文哲日前也透露 最快26號提出聯合政府推動 更不斷放風聲說已經跟朱立倫侯友宜碰過面 一直接到侯市長的電話 所以我們禮貌性的回覆 時間點就在會前會10月14號之前 會前會當天也有一個很大的共識 是國會席次及大話 主席都在談了 時間已經有點緊張了 是啊 然後我們 繼續談啊 藍白怎麼合就是都不攏 畢竟侯客早早談過一回 但會前會雙方幕僚卻鬥得火熱 全出民眾黨將讓力藍營 柯文哲也說不會整個爬起 以立委比例仇主內閣 把內閣權交給國民黨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有一些共識 但是如何產生人選的部分 我還是強調 如果沒有產生人選的共識 那後面這些遊戲規則就沒有意義了 就怕藍白盒露出一丁點曙光 民進黨賴清德也急著見縫插針 嘴巴是那個字 但實質的內容不是那個字 未來他們合作分配資源的一項制度 賴清德這個叫話術 他只是想要把這個所謂的 在野整合講成是分贈 下架民進黨是藍白選民最大公約數 參選登記前重要關頭 藍白到底怎麼合倒數 一個禮拜見真章 藉時文賢 陳信怡 新北採訪報導 禮拜四真的要見真章了嗎 因為柯文哲說 26號將要提出聯合政府的推動方案 傳出民眾黨將以立委比例籌組內閣 國民黨可以取得比較多的部長位置 但是這個方式被質疑說 是拿阻隔權來換總統正位嗎 賴清德更酸說 柯文哲所提的內閣制是在方便再也分配資源 藍軍炮轟說賴清德所屬的新潮流 才是派系紛章絕佳的貪腐範例 侯友宜衝刺選情猛攻家掌票 週末化身鎧甲騎士 跟一旁披上漆黑長袍的偵探蔣萬安 兩人搭檔被小朋友團團圍住搶合照 展現奶爸溫柔 侯友宜跟著拼下去 考驗手腳協調功力 侯友宜左邊滑步右邊一個move 台上拍子落幾拍沒關係 但台下選戰藍白盒時間可拖不得 柯文哲說26號提聯合政府推動 傳出以立委比例酬組內閣 國民黨是大黨有阻隔權 可拿下較多的部長位置 是對藍營的讓利 難道柯文哲想拿阻隔權來換總統正位 柯文哲還是想著他的大位 我們希望柯文哲在藍白盒的過程當中 能夠真正的拿出成立 雙方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有一些共識 但是如果沒有產生人選的共識 那後面這些遊戲規則就沒有意義了 藍白整合進入關鍵期 而另一頭賴清德卻打算柯文哲提的內閣制 只是方便在野未來合作分配資源的制度 網友狂轟怎麼不看看你自己 就是派系分贓少主 綠電弊端 雲爆混蛋 疫苗爭議 賴清德怎麼有臉說別人 賴清德所屬的新潮流系 分的資源 分的位置最多 所以產生光電的彼岸 產生綠能的彼岸 這個背後都看到派系運作的影子 賴清德這個叫畫素 他把藍白打成分贓的時候 所謂的中間選民會不會願意支持他 藍白盒聲聲吹 百姓下架貪腐政權的聲音 雙方主帥應該不只是聽到 更應該為了台灣未來 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記者張昭蓬 王志函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下你 請下吧 身體健康 我會忘記了 我會忘記了 這次的頭有 我會忘記了 我會忘記了 我會忘記了